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帝想做一件事情 通常都会选择一个人来和他一起执行这项任务 也可以说 在我们出生以前 他就已经计划好 要把哪项任务托付给我们了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 他也会巧妙地透过许多人生经历来训练我们 带领我们成为一位代言人哦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这位代言人摩西的传奇人生吧 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二章 《出埃及记》第二章 有一个立位家的人娶了一个立位女子为妻 那女人怀孕 生一个儿子 见她俊美 就藏了她三个月 后来不能再藏 就取了一个蒲草香 抹上石漆和石油 将孩子放在里头 把箱子搁在河边的炉笛中 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 要知道她究竟怎么样 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 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 她看见箱子在炉笛中 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 她打开箱子 看见那孩子 孩子哭了 她就可怜她 说 这是西伯来人的一个孩子 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 我去在西伯来妇人中 叫一个奶妈来 为你奶这孩子 可以不可以 法老的女儿说 可以 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 法老的女儿对她说 你把这孩子抱去 为我奶她 我必给你公嫁 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她 孩子见长 妇人把她带到 法老的女儿那里 就做了她的儿子 她给孩子起名叫摩西 意思说 因我把她从水里拉出来 后来 摩西长大 她出去到她弟兄那里 看他们的重担 见一个埃及人 打西伯来人的一个弟兄 她左右观看 见没有人 就把埃及人打死了 藏在沙土里 第二天她出去 见有两个西伯来人争斗 就对那欺负的人说 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 那人说 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 难道你要杀我 像杀那埃及人吗 摩西便惧怕 说 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 法老听见这事 就想杀摩西 但摩西躲避法老 逃亡米店地居住 一日 她在警旁坐下 米店的祭司 有七个女儿 他们来打水 打满了槽 要引父亲的群羊 有牧羊的人 把他们赶走了 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 又引了他们的群羊 他们来到父亲刘尔那里 他说 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 他们说 有一个埃及人 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 并且为我们打水 引了群羊 他对女儿们说 那个人在哪里 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 你们去请他来吃饭 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 那人把他的女儿希珀拉 给摩西为妻 希珀拉生了一个儿子 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 意思说 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 过了多年 埃及王死了 以色列人因做苦工 就叹息哀求 他们的哀声答于神 神听见他们的哀声 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所立的约 神看顾以色列人 也知道他们的苦情 感谢神 他巧妙的安排 让摩西惊险地活了下来 甚至成为埃及王子 摩西并没有忘记 自己是以色列人 他默默关心这群百姓 还因为路见不平 一怒之下犯了大错 我们看见摩西 虽然有这份心意 却用错误的力量去解决 这也很提醒我们 不是吗 即使很多不公义的事情 会让我们感到生气 但鼓励你 将一切交给神 相信神也看见了这一切 而且 他会用更好的方法 来解决问题 我们一起来打个 亲爱的爵苏 当我遇见不公义的事情 而感到愤怒的时候 求你让我能平静面对 知道 我有你的能力与智慧 可以让事情得到圆满的解决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祷告你 在神的话语里 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智慧和方法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